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生蛇这个问题 我有位朋友七十多岁 他可以一年生两三次 所以 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郭榮冠医生写了一篇文章 内容就是说你曾经生过蛇 还需不需要接受这些疫苗的注射 先讲一下什么叫生蛇 这个我们俗称 真正的学名叫做大藏抛诊 英文是Shingles 人受到这个水痘 就是大藏抛诊的病毒 感染了之后 无论你有没有发病也好 这个病毒会潜伏在身体的神经节里 当你的人体免疫力降低的时候 这些病毒可能会再度活化 就出现这个大藏抛诊 即是生蛇 这个水痘或者大藏抛诊的病毒 是会导致不同的症状 一种是 原发的感染 这个会导致你出水痘 俗称我们chicken pox 第二种就是活化的潜伏感染 这个就会生蛇 大藏抛诊 这个大藏抛诊 发作的时候 你会出现疲诊 是跟着的神经线 好像一条带来分布的 大多数的情况是出现身体的一边 是有严重的病发症的 它包括可以严重影响视力的眼感染 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神经会麻痹 神经肌肉的疾病 有继发性的细菌这些感染 最常见的病发症 就是这个大藏抛诊后的神经痛 即是你生完蛇之后 没了这个情况 但是你继续会痛的 这个简称phn 这是持续而经常令患者痛苦万分的神经痛 约20%的这些患者 会出现大藏抛诊后的神经痛 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素 不过幸好 这个情况的死亡率不高 我有位朋友他有大藏抛诊 没了这个情况 吃完药之后 他还痛了几年 他需要去针灸去止痛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可以忽视 曾经接触过这个水痘 大藏抛诊这些病毒的人 无论他有没有发病也好 都有可能出现这个大藏抛诊 特别是长者和那些免疫力低的人 在加拿大有这些 大藏抛诊终身风险的 有30% 年纪是最重要的因素 多于三分之二的患者 都是超过50岁 而症状和并发症的严重性 是会跟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如果你年过65岁的患者 其中有10% 是需要住院接受治疗的 注射疫苗是能够有效减低这个发病率 和出现这个 后围的神经痛 一针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疫苗的反应通常都是 很轻微的 你可以打针的部位 出现红 疼、肿、痛 是这些情况 而在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 建议 有四种的情况 你要注意 去打这个疫苗 第一就是年过60岁 除非你有不能够用的原因 好像我本人 因为是抗盘弃药 我不能够打的 所以 除了这些特别的情况 如果你过了60岁的人 都应该去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可以预防这个生蛇 和生蛇后的神经痛 不过 疫苗不能够预防水斗 或者治疗这个生蛇后的神经痛 第二个情况就是50至59岁 如果没有禁用的原因 50至59岁的人 可以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原因就是这个生蛇的发病率 与严重性 在50岁之后会明显增加 不过现时 没有足够的证明 注射这个疫苗 7年之后 还有防疫的功效 第三个情况就是 你曾经生蛇了 一次或者多次也好 你会再生的 研究就显示 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是可以减低 复发的机会 而且是安全的 所以年过52曾经生蛇的人 应该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专家意见 在发病后一年 才可以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如果你刚刚是 幻想这个情况 正在生蛇的时候 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因为疫苗不能够 医疗生蛇 是可以预防的 第四就是 去到怀孕和暴雨的妇女 这个疫苗通常是不适用于 色灵生育的妇女 因为这个疫苗有活性的病毒 所以禁用于怀孕的妇女身上 如果你接受疫苗后 最少4个星期不能怀孕 现时还没有足够研究的数据确实 你的暴雨 有没有这个疫苗里面的病毒 所以生蛇真的是一个很长手尾的情况 所以建议各位朋友 看看你的情况 是不是刚才提及的那几种 如果是的 就快点去注射疫苗 避免你将来有机会生蛇 和有这个生蛇后的神经痛 是很辛苦的 希望这个资料可以帮到需要的朋友 好的,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